加基APP手术动态查询 我们的手术动态有便名服务哦 在确定要手术时 你可以先下载安装加基APP程式 这个程式除了可以掌握当天的病人手术动态 还有加基医院的课室位置 挂号功能 操作方法很简单 扫描QR Code可安装应用程式 在Play商店或者上网输入加基APP 然后搜寻 安装应用程式后 开启 在手机版面就会出现 有两个爱心图腾的加基logo CYCH APP 点入加基图腾CYCH APP 会有功能图示 在功能图示 点入手术动态 你必须先输入三项资料 1.病人的姓名 2.身份证字号或病例号其中一项 3.生日只要输入数字 然后按新增 下方就会出现您输入的资料 再按回上页 你就可以从病人姓名点入 进行手术动态查询 手术动态就是连接开刀房门外 即恢复室旁边的家属休息区 电视墙上的手术患者动向显示荧幕画面 查询的内容有 数前准备中 手术中 手术完成 进入恢复室 回病房等 若您需要去用餐 上厕所 临时有重要事情办理 可以同步在您的手机 就掌握查询病人手术动态 系统每分钟会更新一次 若手术动态呈现进入恢复室 下方的时间点就是进入恢复室的时间 以及病人目前的意识状态 病人进入恢复室后 需观察60到90分钟 你可以推估预算离开恢复室的时间 病人可离开恢复室时 我们会广播家属到恢复室门口等候 恢复室全体同仁 关心您